都來非常的諷刺啦 王院長昨天講說 那麼大價假萬題 請問為什麼5月17號 那一天要中國國民黨朱立倫要提名侯友宜 不就因為他是最強母雞嗎 最強母雞什麼時候淪落到大價假萬題啊 昨天這場便當會其實是多餘 更不應該在每個人的胸前打一張招 讓人知道說我是誰 因為你應該認得出來啊 你不會把中年話喊成瑞德兄你好 你知道嗎 不會吧 你不會這樣子吧 對不對 你如果有心的話 有可能 你請了兩天假在家裡背那150個人說 這個檔像是誰 這個檔像是誰 侯友宜以前是警政書長 刑事警察 刑事 刑警出場被通緝犯很厲害嘛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有那麼好的事被辨識能力嘛 還要貼一個單子嘛 避免他喊錯人 名字喊不出來 你有心沒心而已 我說坦白人 有心沒心嘛 王靖平昨天幫侯友宜揪人 其實坦白講場面不錯 一百五十個人 然後一百五十個人裡面 十五桌 一桌十個人嘛 對不對 然後有現任的 有卸任的立委 那王靖平呢 上台其實坦白講也很給侯友宜面子 他說這個賴清德 火旺燒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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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劇連發 然後呢 這個侯友宜呢 慢火耐燒會長久 大隻雞半題 不明則已 一明驚人啊 哇 昨天這個王院長 活像個賣藥的 各種金劇啊 賣藥哥 一直推薦 一直推薦 他真正的功用 真的不是伴這種產品 組織嘛 他真是組織要動下去 那個大造勢 然後地方那種高雄 中南部 要動起來 這才是真正王院長做的狀況 所以這一場到底是媒體場 還是務實場 大家就來觀察 什麼叫媒體場呢 就是說王院長是中正的國民黨黨員 都不用懷疑 所以當大家跟王院長講說 這團 你要幫忙的時候 他萬應公的身分 就一定會答應 所以他有可能是辦一場媒體場 你看 這麼大 人那麼多 150位 你不要說我王院長沒有幫忙 你要我幹嘛都可以 但不要掛實質的 什麼榮譽主委 名譽主委 都可以 你不要掛實質的 這叫媒體場 另外一個叫做務實場 什麼叫務實場 韓國瑜2018年去高雄選 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坦白講 王院長一直都是在鴨子花稅 不知道王院長在背後幫韓國瑜出了多少力 直到什麼 三三造勢 第一場鳳山的時候 大爆滿 後來才知道 原來王院長系統 在韓國瑜下去的時候 全部動起來 而且那個洞就如同鴨子滑水 夜間急行軍一樣 實踐一到 全部都出來 對 就等那信號一響 鑽向敵人的心臟 夜襲的歌詞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也不要為了唱衰而唱衰 這一拐看起來真的蠻衰氣的 那王院長也是說盡了好話 那你說這一場算是媒體場還是務實場 對 我評估媒體場變多 我評估 但我個人意見 我沒有說一定 我沒有說一定 我也不喜歡這麼燦衰侯友誼 我現在是以鼓勵代替者罵這麼好的對手 一下子消失很可惜 對 所以我意思說 這場當然沒什麼好特別的條例 可是我的意思說 我們持續觀察 因為王院長如果幫贏候選人 後面一定有務實的菜會端上來 那種造勢要動人 動一萬 兩萬這種動員場 這個東西才是王院長實力的 那他昨天算是有找到人 包括盧秀燕也來啦 洪秀柱也來啦 洪秀柱還特別坐在旁邊 這意思是不要喚猴的意思嗎 要知所謹聽 對 昨天還有一個觀察重點 就是說這個柱姐特別把他安排在侯友誼旁邊 我不知道侯友誼是什麼心情 王清平這一場可以說是賣的老臉 真的是找來滿多人的 那請教瑞德哥 因為他在現場也跟侯友誼講了很多話 包括這個頭要軟 腳要勤 腦要輕 心要熱 侯友誼說完全接收到 那有沒有接收到呢 好 昨天現場包括蕭萬長 盧秀燕 還有王惠美 張立善 黃敏慧 謝國良 朱一輪 洪秀柱 郁慕明都有來 好 但是陳玉尊跟傅昆琦是沒有來 那這已經是傅昆琦第三次缺席庭侯會了 包括這個5月31號的便當會 6月7號的中常委便當會 還有昨天這場後援會 那都不來 是真的整合有整合到嗎 還是王清平就是賣個面子呢 坐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昨天最諷刺的是這個 洪秀柱去坐在他的隔壁 不知道這是不是好預兆 希望不是傳承 因為洪秀柱是當年已經被人家提名了 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硬是被人家給做掉 那麼現在的侯友宜 民調甚至於比當年的洪秀柱還要低 那在如此的情況下打死不退 那最後的結果到底會是怎麼樣了 那至於這個傅昆琦跟陳玉珍沒來 這才是真性情啊 來了只不過是給你這個王院長一個老臉 一個面子而已嘛 但是違背自己的心裡面的想法嘛 而且呢那麼只有用一句這個 這個詩詞啊可以形容 那麼傅昆琦跟這個洪友宜之間的 那種感情事件 天長地久有時盡 恥恨綿綿無絕期 就是這樣子 三次了 這個潮絕下去了 侯友宜請問你要不要到花蓮去拜票 他有朝一日還是得到花蓮去嘛 花蓮縣長是誰 傅昆琦以莫徐正衛嘛 來了以後也一樣 化洞算一樣啊 黨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 然後呢 重點在 然後呢 傅昆琦不是傅昆琦一個人 傅昆琦不是現在侯伴的這個 等於說這個執行長啊 金普聰說的 好像他跟他這個合不來的 這個地方派系 只有好像特定的一個 不是的 現在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的地方派系 十幾年前大家都怕你金小刀 因為馬英九已降 你掌握了黨的最大機器 你還是情報頭子 國安會的秘書長啊 你現在這些武器全部都沒有了 不客氣說 現在所有全國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每一個都高過你侯友宜 跟這個國民黨 當然也高過你金普聰嘛 所以你這個刀揮來揮去的沒有用啊 你就算我跟你講 你那個刀有人說你生鏽了 然後你昨天講說 身就砍到人會破傷風 注意不要砍到自己 就是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說來非常的諷刺啦 王院長昨天講說 那麼大隻鞋萬題 請問為什麼5月17號 那一天要 中國國民黨朱立倫 要提名侯友宜 不就因為他是最強母雞嗎 最強母雞什麼時候淪落到大隻鞋萬題啊 昨天這場便當會其實是多餘 更不應該在每個人的鄉前打一張拳 讓人知道說我是誰 因為你應該認得出來啊 你不會把中聯話喊成 瑞德兄你好 你知道嗎 不會吧 你不會這樣子吧 對不對 你如果有心的話 有可能 你請了兩天假在家裡 背那150個人說 這個長相是誰 這個長相是誰 好有意義 以前是警政書長 刑事警察 你這樣 刑事 刑警出場 被通緝犯很厲害嘛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有那麼好的 是被辯識能力嘛 還要貼一個單子嘛 避免他喊錯人 名字喊不出來 你有心沒心而已 我說湯北人有心沒心嘛 中文字幕提供